好,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地图上面写了啊,京师全图 这个清中晚期的北京地图 那么其实这个地图放在这儿呢 最重要的区域啊,其实是在右上角 这块是哪儿呢? 这是前门附近一个街区的放大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两大建筑是什么呢? 英国府,俄国府,使馆区 这个使馆区离核心的权力机构有多近呢? 可以看到这儿可就是前门啊 前门呢,后面可就是紫禁城了 那么从这儿也能看到呢 晚清时期啊,这个洋人啊 在这个北京城啊 在这个权力核心的话语权有多重啊 那么俄国也是侵占了中国的领土 最多的一个当时的国家 旁边就是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等等 这些核心权力机构 然后我们再看回啊,北京全土 其实呢有很多事情很有意思啊 比如说,看到左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啊 这儿写了一个相房 大象的相,干什么的呢? 就是养大象的 为什么要养大象呢? 因为明清时期啊,帝王雏群的仪仗队 其中是包括大象的 我们在一些帝王雏群的图和画上面都能看到 然后北京有这么多城门 每个城门都有城门洞啊 城门洞很高 那么这个高度和宽度到底是怎么定的呢? 也是因为相房 当时啊,大象是陆地上啊 皇帝能看到最大的动物啊 当然还有鲸鱼,那是在海里的啊 所以大象是最大的动物 那么城门洞的大小也就是啊,大象的大小 然后我们再看回紫禁城的区域啊 紫禁城的区域呢和现在来说没什么变化啊 那么首先是大清门进来 有人就问了大清门是哪里呢? 现在已经没有了 当时啊,前门过去啊 前门大街过去之后 这儿是有一整个啊,瘟城的 什么叫瘟城呢啊 瘟城其实在北京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比如每一个门啊 东直门,西直门,玄武门,朝阳门 所有的门都是有瘟城的啊 就是一个城门,两组建筑啊 建楼和城楼中间是围起来的一圈 瘟城的瘟啊,瘟中捉鳖 当进了敌人的时候要把他放进来 死的时候官兵一射箭就被敌人啊,打死了 那么大清门这块也是啊 大清门没有了 这块瘟城也没有了啊 那么大清门呢就是这个清朝皇帝啊 如果是娶正妻啊 皇后名媚正娶就要走大清门进啊 其他的这些妃嫔啊 都是不可以的啊 大清门 那么慈禧就没有走过大清门 所以呢这也是慈禧一生的伤痛啊 他的逆临啊,不许别人提 皇帝怎么可能允许在自己家门口杀人呢 所以五门是什么地方呢 其实啊也是刑罚的地方 只不过呢是当时打停仗的地方啊 对于这些犯错啊 瞎说话的大臣啊 惩罚的地方 然后说到菜市口 那么菜市口是杀头的地方 对吧 就在这儿 那么菜市口推出的犯人呢 走宣武门 所以啊 在宣武门的门洞里面啊 会有三个字 写的什么呢 后悔池 就是死刑犯 看到这个字 后悔已经晚了 相当于啊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现在的 那么菜市口是杀人的 所以呢 老北京有一个话 说菜市口啊 有一个啊 贺年堂 那么老北京讽刺人啊 走路急 撞着人怎么说呢 是不是急着去贺年堂 买刀窗药啊 哎就是说 你要去菜市口被杀头了 杀完头买刀窗药嘛 他也治不好了吗 然后 再往这边看啊 仙农坛 仙农坛里面有什么 我们说 有一个词语啊 我们说 义母三分地 义母三分地是什么呢 哎就是清朝的皇帝 皇后呢 都会在仙农坛里边 有一块小菜地 这个义母三分地 每年呢 皇帝也会来清庚啊 公庚这块地啊 象征着皇帝呢 也是把农业看得很重的 所以这是仙农坛 农业对于古代社会 非常重要嘛 然后仙农坛旁边啊 就是天坛 天坛地坛 日坛月坛 最重要的这些皇帝的祭坛 那我们在后面的展品呢 也会有所体现 谢谢大家